天元小镇蹊跷的陶器案结极点发生 尖引之外 一个19岁的小伙子神秘失踪 一段监控录像 两个奇怪够挑人 无声的世界里 藏意着多少显微人知的内幕 十条邦归 今日说法即将不出 直到发现柜门大开 村民石志文才意识到家里进贼了 当时他在一楼忙着生意 没有想到贼会溜上二楼 石志文说发现家中被盗是在中午的12点 丢失的4.5万 当时就放在二楼卧室里 这笔钱本来是准备改新房子用的 这天是2012年12月9日 四川广源警方接到报案后 立即赶到了现场 地面十分光滑 技术人员难以提取到窃贼的血印 房间内翻动的痕迹也不多 钱是从这个柜子里被偷走的 柜门上会留有窃贼的痕迹吗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当地又陆续发生了三起入室到齐案 施主都是做小买卖的人 都是住在二层小楼 警方发现 几起入室到齐案都发生在上午 案发时施主全在一楼打理生意 无暇估计二楼 而钱就放在二楼的卧室里 短短五天时间 接连发生四起入室到齐案 这样的方案频率 在广源市历史上从未有过 连续这样作案 而且盗取的经验这么多 我们分析它应该不止一个人 各位好 这里是今生说法 大白天的 在家里有人的情况下 钱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被偷走了 一时间 广源市呢 谣言四起 有人说当地来了飞天大盗 这帮人可厉害了 能飞檐走壁 来无影去无踪 那这到底是一帮什么人呢 警方决定 从丢钱最多的 村民实质文家的盗窃案查起 在实质文家勘察室 技术人员发现 二楼近挨窗户的小桌上 有半枚鞋印 这很可能是嫌疑人作案后 跳窗逃跑时留下的寒净 但这半枚鞋印 提供的信息太少 甚至无法推测出 嫌疑人的身高 幸运的是 摸牌中 侦查员获取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这条线索的提供人 是实质文家的邻居 邻居说上午11点半 他看到一个小伙子 在实质文家的后窗前来回走动 当时他以为是谁家的亲戚 走错了迷了路 他开始从我这边走 我问了 他就转个声往哪边走 往那边走 穿什么衣服 穿什么运动服 运动服一辈子的感 之前勘察现场 是技术人员在实质文家的桌子上 曾提取到半枚鞋印 当时警察就推测 妾贼有可能是跳后窗逃跑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妾贼跳下来的位置 正好就是这位邻居看到他的地方 再加上邻居的目击时间 与案发时间又很吻合 侦查员判断 这个穿运动服的小伙子 有可能就是作案人 当时人员就说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然后就是他特征也说的比较明显 另外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就是他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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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纹提取了之后 然后就去送检 当时就到我们的那个数据库里边去进行人员比对 比对出来 指纹比对没有结果 就在此时 从虎跳镇又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办案人员在查看案发当天镇上十字路口的视频时 发现了两个刑迹可疑的人 当时都做了一个相同的动作 就是伸男腰 然后其中的一名男子 就和那个镇兵描述的情况特征 就基本一致 这就是那个可疑人员 他穿着浅蓝色运动服 运动服的肩部带有白色条块 经目击者辨认 这个人就是他在石家后窗前看到的那个人 视频中侦察员发现跟他同行的 还有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人 这两个人就成了警方的重点怀疑对象 于是办案人员拿着视频截图 在案发地周边进行摸牌访问 拍查无果 侦察员再次观看视频 视频中两个嫌疑人不约而同的伸着懒腰打着哈欠 侦察员从中解读出这样的信息 我们初步判断的这种可能就是长时间坐车 批券形成的 就是一些很自然而然的下车要伸下懒腰 可以说是正中有精神 被盗的似乎人家分散在广源市的不同区域 如果这四起案件的作案人就是这两个人的话 那他们极有可能就是以广源市为中心 专门坐车到乡下去偷窃的 想到这儿 侦察员立即赶赴广源市汽车站 要去视频监控 此时已经是案发的第五天 上车的录像看 当时有两个人上了车 这是2012年12月9日早晨7点多的监控录像 录像中侦察员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 这个人穿着浅蓝色的运动服走走停停 在他一转身的瞬间 侦察员发现他的肩部正好有一块白 这样的衣着特征 跟胡跳阵监控视频发现的那个嫌疑人很像 通过对视频监控的调权 当时就确定就把这个嫌疑的那个真实的 就是比较清晰的那个正面的面貌 就就把它调出来了 那这个人当天会坐车去了哪里呢 侦察员找到汽车站的售票员进行了解 虽然时隔五天 售票员仍然对这个人印象深刻 并且清晰的记得那天 他是买票去了胡跳阵 是用手机编信息给我们看 然后或者是用笔和纸 然后写到纸上给我们看 12月9日 正是胡跳阵十字门家被盗的日子 至此这个人的嫌疑陡然上升 侦察员随即又把案发这几天的 汽车站的监控视频全部调了出来 反复观看 马上六点到八点之间的这段视频 我们发现他们一选的人不止两个 大概有五六个左右 看样子是熟人一样 但是实际他们不打招呼 都是用一些很微妙的一些手势 这五六个人年龄都不大 二十多岁 鼻子很熟 见面不说话 在车站购票时 都是用手机编好信息给售票员看 综合这些信息 办案人员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也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他们是不是 会不会是聋哑人 这是警方想到 以前有的地方也曾发生过 诱骗和组织聋哑人进行盗戒的案件 时光回转到2007年 山西临粉 这年春天 山西省临粉市 16个龙牙孩子突然失踪了 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 临粉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 他妈妈被他说的是 你们该干啥子 他说出去玩去 出去玩就走了 就没回来 这是07年3月6号 3月6号 3月6号 这不是完了走的时候 互相联系的 知道了这个情况 这就是失踪的16个孩子的名单 最后一个失踪的 就是徐师傅的儿子小刚 失踪的那一天 是2007年3月6日 后来几经周折 老徐花了几千块钱 才托人找回了 失踪的儿子小刚 两千到一万 多长时间 一天 一天 一天时间要偷两天到一万 偷没有 两千 一下 怎么办 打呀 老板打过你没有 打你 有吗 打你来了 打你 打你 打你脸 拿拳头打着 用拳头 从小刚口中 家长们获知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这些孩子都是被成年龙雅人骗走的 成年龙雅人把他们骗到外地之后 就胁迫他们去偷盗 每天至少要偷两千元 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打 这是当时刚刚到家的小刚 身上的瘀青仍然可见 哪有啥 没有想 当地 当地 你看这儿 还有地方 后背上有吗 因为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所以广原警方也一直在怀疑 流窜到广原市的这个龙雅人盗窃团伙 是不是也有人在幕后操控他们 诱骗 加入他们这个团伙 然后加入来之后 就对这些人实施一些管控啊 进行一些洗脑啊 然后让你这个忠实的跟随老大 给他偷拳 微家多年失踪的龙雅男孩 牵动着父母的心 有什么话 有听 听不懂 你早上跟我 一波未平 一波再起 现场我们都去走访 发现跟我们辖区内的案子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拔起萝卜带出泥 这竟然是一个流窜多地的龙雅人盗窃团伙 我把这人一起来帮你了 你怎么知道的呀 我没有个人一起来帮你 十条帮龟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从失踪的龙雅人入手 可能就能找到这个犯罪团伙 想到这儿呢 广原警方就到内网上进行查询 这一查才发现 全国暴失踪的龙雅人有十多人 而其中 云南省水富县有一个叫盐红的龙雅人 引起了广原警方的注意 这个盐红二十多岁 和此前视频上看到的那个穿浅蓝色运动服的人 有些相似 掌握了这一信息之后 广原警方立即赶往了云南省水富县 这是2010年9月 云南水富县警方发出的协查通报 盐红 龙雅人 1991年出生 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身高1.7米 右脸上有一颗黑痣 出走时身穿浅色T恤 白色运动裤 因为涉及到龙雅人 是特殊群体 我们排除高度重视 社区民警 在社区内进行寻找 然后呢 跟寻特警大队联系 有这样特征的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我们就进行一些查找 水富县警方称 虽然协查通报发出去两年多了 但他们没有接到任何反馈信息 这就是颜红的父亲颜文武 他说 儿子是先天性的荣雅 从小就不会说话 七岁的时候 他们将颜红送到了县里的荣雅学校 跟他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打扫卫生 什么事儿 自己的事情都是自己做 高范围都非常好的 学习成绩还是挺好的 这是读书期间的颜红 朝气蓬勃 阳光向上 因为乐于助人 颜红还被评为学校的爱心大使 这是他拿着证书和老师一起照的合影 2010年8月 初中毕业后 颜红向父母提出了外出打工的想法 怕颜红在外面吃苦受罪 颜文武就把儿子拦了下来 谁曾想 没过几天 颜红就不辞而别 偷偷地走了 据说是到外地打工去了 颜红失踪一个月后 家人只好向警方报警 水浮腺警方发了协查通报 还提取了颜文武的DNA 并将他录入到了全国失踪人口数据库 这之后颜红就像从人间消失一般 没有任何消息 但颜文武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儿子 一年后 老颜听说 有人在成都市的春西路 看到了几个卖小饰品的聋哑人 还说有一个长得很像颜红 为此他特意跑到了成都市 一直找不到颜红 父母自然想到很多不好的可能 同样有这种担心的 还有水浮腺的汪真高 他的女儿叫汪大芬 是颜红的同学 也是聋哑人 汪大芬 1989年出生 今年24岁 2010年8月 他和颜红同时离家出走 此后老汪也是四处寻找女儿 但一直未能找到 颜红下落不明 他的家人一直在苦苦寻找 同样苦苦寻找他的 还有四川广原的警方 就在案件没有进展的时候 2012年的12月18日 也就是广原的盗窃案 发生一周之后 在百里之外的四川省八中市 同样发生了几起 类似的入室盗窃案 难道作案的是同一伙人吗 侦察员就立即赶往了 四川省八中市 办案人员赶到时 刚刚有一伙人家被盗 丢了两万元 算上这伙人家 八中市共有四家被盗 总计丢失现金六万余元 当时丢了多少钱 当时丢了 我们零钱就没还算 我们比零钱就三二万四 都开始的家里 以及现场我们都去走访 发现跟我们辖区内的案子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都是以一楼为商铺 二楼为座区那种 此前广原警方已经掌握了 这一团伙的活动规律 一般情况下 早晨七八点 这伙人都会来到长途汽车站 然后坐车到乡镇进行盗窃 警方估计这伙人还会继续在八中市 作案12月19日一早 侦察员赶到八中市汽车站 进行蹲点守候 没多久 两个嫌疑人就出现 他们当时正想坐车 从八中坐车到达州 当时可能发现警察 就想逃跑 但是给我们在 当场抓住 两个犯罪嫌疑人都是龙亚人 这是嫌疑人江军强山西人 这是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 他被抓时还穿着那件浅蓝色的运动服 肩部带有白色条块 所以侦察员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 明明是什么时候打的光明 你不接不到 接不到就不上 嗯 接不到 此前侦察员一直怀疑 这个穿浅蓝色运动服的人就是颜红 然而经过审问 他们才知道这个人叫王璇 21岁 贵洋人 抓住以后 两人都是同样的口径 就是没有来过广安 然后也不认识对方 此前广原警方曾在施主赵春方家 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经比对 这枚指纹就是犯罪嫌疑人王璇所留下的 案发前的监控录像显示 这个身穿白色上衣的人就是江军强 这个穿运动服的男子就是王璇 看到这段监控录像后 两人都低下了头 由于两名嫌疑人都是龙亚人 广原市警方特意请了专业的手语老师 对审讯过程做全程翻译 沈静时两人都承认了偷钱的事实 而对于偷钱的原因 两人都说龙亚人不好找工作 他们也是没办法才走上这条路的 据两人交代 他们在广原市一共作案三次 道德现金八万元 这其中就包括实质文家被偷的四点五万元 八万块钱不到十几万元 一天就被两人花掉了 这样的公司侦察员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 他们怀疑在这两个人的背后 还有幕后主使 而且有可能就存放在幕后主使那里 两人很坚决地表示他们是自愿偷盗 幕后无人之事 之后他们带着民警指认信长 当走到施主赵春芳家的门前时 犯罪嫌疑人王选停了下来 用手指了指 哇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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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下来 等一下 下来 接着王璇又分别指认了另外两个盗窃现场 同样是指认现场 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江军强 却是默不作声 什么都不敢说 2012年12月期间 广源市共发生了四起入室盗窃案 可两人只承认了三起 那另外一起案件又是谁干的呢 此前侦察员掌握到 这一龙亚人盗窃团伙有五六个人 那其余的人又藏身何处呢 审讯中两人都说 他们不知道另外几个龙亚人的名字 这样的供述让侦察员更加怀疑 他们的背后一定有人在指使 可这个幕后主使又是谁呢 侦察员立即调查了 他们当初来到广源时 锁住宾馆的登记信息 这家宾馆的入住登记单显示 和王选同行的 还有徐松白 贾刘坤 李静等人 此时这几个人又去了哪里呢 发现他们一行的还有好几个人 当时也不知道去向 国际领导也非常重视这个案子 让我们一定要把这伙人争取一枉大尽 盗窃的钱财源源不断地想一个人会计 你给我好多钱 三万多 我们说三万 是谁在操作辩护树上的犯罪 无声的手势 将出着令人震惊的内幕 金球玉说 记得怎么样 如果做得更 歌手外 调声金 残忍的帮归由谁指定 十条帮归 金球说法正在播出 一转眼 2013年的元旦到了 当人们在享受着这个假期的时候 广原警方的侦察员还在马不停蹄地寻找了嫌疑人 1月3日有信息显示 气象不明的董雷李静等人 此刻流窜到了四川省广安市 机不可失 侦察员连夜又赶往了广安市 侦察员赶到广安市已经是夜里11点了 顾不上休息 他们直奔嫌疑人的住处 广安市天天商务宾馆 这些人身上都没有携带任何证件 可入住宾馆时 据说他们都出示过身份证 那这些人的证件哪里去了呢 侦察员开始对这几个房间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在207房间内 大队长徐婷从厕所的便池里捞出了两个身份证 随后又在天荒板上 发现了这本人藏匿的东西 在这些证件中 有一张残疾症引起了民警的格外关注 上面的名字叫颜红 云南省水富县人 监护人一栏里填的名字正是颜文武 失踪将近三年的颜红找到了 只是找到的场合有些尴尬和意外 你叫什么名字 你怕不怕不要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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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同一个字 这个人就是颜红 面对神讯他不停地摇头 同时被抓的一共有七个 都是聋哑人 他们和颜红一样 都表示自己是靠卖小饰品为生的 并没有干违法的事 他就说三年就完了之后 他没了钱嘛 然后他可能养弟弟嘛 养肖了嘛 然后他就出来找工作了嘛 谈谈你的记忆 侦察员在搜查房间时 也见到了这些人买东西的凭证 凭证上写着 为了聋哑人的康复自立 我们残疾人用美好的心灵 和勤劳的双手制作的小饰品 推销给社会好友 希望你们大力赞助和支持 下面写着几位捐助人的姓名 当时在广安我们抓获了有七人 那这个人到案之后有没有承认 抓获之后 态度也不是很好 也不如实交代问题 虽然这些人极力否认参与盗窃的事实 但此前被抓的王璇已经供认了 他们还有同伙 当时同行的入主登记单显示 他的同伙有徐松柏 加刘坤和李静等人 而侦察员在收缴上来的证件当中 见到了这几个人的名字 证据面前他们无法反驳 经过耐心的劝解和沟通 嫌疑人贾刘坤承认了他们流窜作案的事实 加刘坤称卖小石瓶只是他们打的一个幌子 实际上他们干的就是入室盗窃 据家刘坤交代 将军墙是他们这六个人的头 由将军墙带队 他们先后流窜到广源八中等地作案 每次盗窃时他们又化整为零 六个人分成三个小组 其中将军墙和王选是一组 李静和徐松柏一组 他和董雷一组 案件到此徐松柏李静等人也都陆续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这是嫌疑人徐松柏带着警察指认广安市九龙镇的盗窃现场 因为北道这户人家已经扬成了出门就上锁的习惯 当时我们是拍的能不能说的吗 开水 我没问题 好好好 上这 你上它吃它的吧 嫌疑人徐松柏说 当时这个抽屉上了锁 为了撬开抽屉 他特意还跑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 如果这个时候碰巧房主人回来的话 那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里徐松柏偷了三万块钱 到手后 他就把钱交给了李静 经查证 广源 八中和广安三地 共发生了十几起入室盗窃案 失窃金额二十多万 可这些人身上仅有不到两千元 那其余的钱哪去了呢 侦察员怀疑这伙人把钱转移了 于是带着这些人的身份信息 挨个银行去查询 果不其然 他们查到了一些重要的证据 这是嫌疑人李静 在银行汇款时的录像 你自己看 你从包包里头拿的钱出来 视频上都有 你会一样 你看多少钱 据嫌疑人李静交代 当天他汇走的这三万元 就是同国王选偷来的 钱都会给了团伙老大 老大居住在山西运城 真名不详 他只知道老大的绰号叫阿门 每天偷到来的钱 交给带着的组长 然后由带着的组长 留下大家的生活费 和车里费 然后就把剩下的钱 全部送给老大 汇款记录显示 收款人为王立 难道这个人 就是这一团伙的老大吗 侦察员立即赶着山西 将王立抓捕贵安 面对突然到来的警察 王立说 这张银行卡 他早就借给别人了 据王立交代 借他银行卡的那个人 正是阿门 三十多岁 也是一个聋哑人 只是这个人的真实名字 他也不清楚 那这个团伙老大 阿门到底是谁呢 这时侦察员们想到 如果这个阿门 以前也有类似的犯罪 那在公安内网上 或许就能查到他 在网上查评的时候 发现就是 李章在2007年的时候 就曾经在杀刑凌分 因为也是组织农亚人犯罪 他是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资料显示 李刚32岁 龙亚人 有犯罪前科 经查 2007年 林凡是16个龙亚孩子 失踪的那起案件 就是李刚等人所为 当时因涉嫌诱骗 和操纵龙亚人犯罪 李刚等人被批准逮捕 我们和他们交流非常困难 并且他这个团体 他这个组织 是一个非常严密 非常严谨的一个团体 我们很难介入他这个团体 然而当时由于证据不充分 李刚在被刑击一个月后 取保候审了 李刚是山西人 又有涉嫌诱骗和组织 龙亚人进行犯罪的前科 综合这些信息 侦察员觉得李刚的疑点很大 于是组织这些被抓的龙亚人 进行混合辨认 经过团伙成员辨认 他们说 李刚并非团伙老大 而是团伙的二号头目 绰号为阿平 每次开会李刚 都会给他们讲规定 我知道你家在什么地方 我也知道你的家庭情话 你如果要跑 你就 你跑了以后 我就会找人去收拾你 但是办案人员调查发现 李刚此时去向不明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 此前被抓的嫌疑人 小雨指证 团伙老大阿门的真名叫贾培心 小雨在笔录中称 我对贾培心说过 我有老婆孩子不想偷钱了 贾培心骂我还打我 只好一直在他手下帮他偷钱 住在山西的那个富人区 有自己的房产 然后有自己的车 开的是三十多万的车 经过调查 侦察员发现 这个叫贾培心的人 没有正当职业 但却过着奢华的生活 经济来源十分反常 2013年1月5日 侦察员将贾培心抓捕到案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贾培心 外号阿门 被捕后 他很快承认了操纵这一龙亚人 盗窃团伙进行偷盗的事实 据贾培心介绍 他们这一团伙有三十多人 都是农亚人 整个团伙成金字塔形结构 他和李刚陈明三人 是这一团伙的主要头目 骨干有江军强 张乃川等四五个人 其余的 都是在一线进行盗窃的 年纪不大的龙亚人 发现这是个铁大的 这个怪骗龙亚人 一个盗窃团伙 我们循序影响公安部 进行汇报 公安部 大怪办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同时 立一位公安部的这个督办案件 算上贾培心 这一团伙共有13人归案 还有将近20人再逃 这其中就包括团伙 二号头目李刚 三号头目陈明 事不宜迟 必须立即对这些 再逃人员进行抓捕 就在此时 广源警方收到了一封 来自山西的举报信 我监控 你家里面的李刚 卫生这些团伙 把这些投来的钱 每天紧张是几十笔 也许有时候是 十五十笔这种钱 紧张过来 他的钱都是国内的挥火 或者是吃火玩的 举报信提到 贾培心在运城 已经买了单元楼和商铺三套 花了二百多万 他们都有小轿车 请进一步深挖 同时还说 以前李刚在山西临坟犯过罪 发现贾培心出事时 他们害怕逃跑了 由于涉案人员 逃往全国各地 2013年3月 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 收网行动开始了 3月5日 李刚 陈明等人先后落网 这就是李刚 山西临坟人 团伙二号头目 你看下面 下面这里有红豆 下面还有 下面你看 下面给你们自己进去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有着难以触摸的心理 一条难以接触的渠道 预示着可怕的内幕 收掉他的身份证 控制他们的人生 控制性的进行训练 发多少钱 五百 上网五千和九五百 儿女漂流在外 父母心里憔悴 我那边你在哪里啊 我是你爸爸 我望你早日回家 我和你妈妈都想你 十条帮规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警察 这一龙雅人盗窃团伙 先后流窜到八九个省 走了几十个地方 盗窃上百起 涉案金额高达两百多万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这一操纵龙雅人进行偷窃的犯罪团伙的很多内幕 也浮出了水面 这一龙雅人盗窃团伙 以贾培心 李刚 陈明三人为首 总不设在山西运城 三人当中贾培心是老大 但从不过问具体事物 老二李刚负责传授偷窃技术与团伙管理 老三陈明负责对偷来的钱进行计账 他们这个培训主要是给大家讲 这个胆子要大一点 放心去偷 然后警察抓住了 不要说自己的真实身份 然后给每一个人都取得有假名字 团伙成员有三十多人 分为四个大的偷盗组 由骨干江勋强张乃川等人担任组长 刑切是两人为一小组 一人入室盗窃 一人在外放风 比如颜红和张乃川就是一个小组 每次都是颜红入室盗窃 张乃川在外放风 那么当初颜红又是怎么走入这个龙亚人盗窃团伙的呢 颜红说2010年8月初中毕业后 他和同学汪大芬一起离开了老家 辗转到昭通成都等地 靠卖一些小饰品为生 卖那个手里的钱 一天能卖多少 二十十元 卖手是收入很低 他和汪大芬两个人勉强能够维持生活 2011年两人又来到了西安 这时他们碰到了同样是龙亚人的李刚 由于都是龙亚人双方一见如故 在外飘荡了八九个月 颜红也没有赚到钱 再加上龙亚人又不好找工作 所以当听到李刚能帮他找一个好工作时 颜红和汪大芬动了心 跟着李刚就坐车来到了山西运城 像颜红这样 当时先后被诱骗到山西运城的 还有十几个二十多岁的龙亚人 他们来自河南 贵州 广东等地 被收掉证件后 李刚等人就开始组织培训 告诉他们怎样去偷钱 这是颜红站起来用手语说 偷钱不好 我不想干 手语刚弱 颜红就挨了打 颜红说在团伙里罚战挨打是常有的事 也是比较轻的处罚 这是犯罪嫌疑人小雨的笔录 三个老大还说要保守秘密 不偷钱的话就要割耳朵 割手巾 用针缝嘴巴 报复我的家人 我很害怕 于是我就同意了 在团国头目 在团国头目贾裴星李刚等人的威逼下 颜孔等人只好顺从 培训结束之后 贾裴星对新来的人进行分组 由将军强张乃川等团国骨干 每人带着一个组到全国各地去偷盗 刑切时 组长把所有人的证件收上来 统一保管和藏匿 大陆的组长都要把他们的证件 收集到一起 藏在一个地方 要是被警察抓住了 没有证件 不知道真实名字 还有就是防止这些人逃跑 颜孔当时被分到了张乃川族 在张乃川的带领下 他们先后流传到陕西 宁夏 河南等地 每到一地 他们就进行疯狂盗窃 而偷来的钱 由带队组长留够生活费之后 其余的都要汇给团伙老大 这是团伙老大贾裴星的询问笔录 手下偷来的钱 我和李刚分一半 另一半分给具体偷钱的两个人 那两个具体偷钱的人 每人就能分到四分之一 可一旦面对镜头 贾裴星却什么都不承认了 全部都把钱 不知道他上为什么 他说是他们自己打卡 然后想回家再分拨 为了便于管理 这一团伙还制定了极为严格的帮规 贾裴星的询问笔录里提到 他们不准用手机 不准上QQ 不准和家里人联系 不许和不认识的人交朋友 不许私自逃跑 投到的钱必须存给我们 在外盗窃要用假名字 被警察抓住后 不许讲真话等十条帮规 那么违反了上述十条帮规 会有什么后果呢 嫌疑人李静说 如果谁胆敢违反了帮规 轻的就要被罚款 重的就会受到身体上的惩罚 这一点在其他嫌疑人口中 也得到了印证 有邦规有惩罚 在这种暴力约束下 严红等人最后只能屈服 哪怕是心里十分想家 十分想念父母 也不敢跟家人联系 因为一旦跟家人联系 就意味着触犯了帮规 事实上像严红这样 被诱骗到犯罪团伙的龙亚人 由于跟外界沟通困难 没有安全感 对陌生人都极为不信任 这就意味着他们遇到侵害时 也不会主动去报警 寻求外人帮助 你不偷钱 别人就要打理 就要怎么样 没办法 最后就只有 也就是由这种胁迫的受害者 变成了一个犯罪的实施者 抓获贾培星时 侦察员从他的银行卡上追回现金130多万 并扣押一部高档轿车 这就是贾培星用赃款买的一部轿车 价值30多万 而手下人汇来的钱 已经被贾培星挥霍掉了一打半 如果真的按他的比例来进行分钱的话 根本就不够 给下面人根本就不够分 所以他这个应该是画了一个大笔 应该是画了一个大笔 骗了一个 对 2013年3月初 广原警方将首批赃款 返还给了广原市的四个受害家庭 4月17日 记者再次来到严红的家 把严红说想家的这段视频 放给了严红的父母看 这是严红2010年8月离家后 父母第一次见到儿子的图像 严红透露 他的同学汪大芬 也被胁迫到这一团伙当中 参与了多情盗窃 目前在逃 汪大芬的父亲汪真高 当着我们的镜头 给女儿写下了这段话 王大芬你在哪里啊 我是你爸爸 我帮你找人回家 我和你妈妈都想你 由于身有残疾 由于和健全人沟通有障碍 很多聋哑人呢 都有很深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受到坏人的教唆和诱导 他们极易走上歧途 这也是近年来 聋哑人犯罪多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如何让这些聋哑孩子 和健全孩子一样 享受到一面的关爱 避免走上歧途 需要社会上每一个人 好好地思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近日收藏 请让观众朋友 谢谢关注中央电视台 和一套节目 中文化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